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李曙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随着美国股市的大跌 在今天的盘中就集中市场而言 它已经跌破了月线 中场大跌了两百八十几点 收在一万五千四百一十五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针对大盘未来的规划 我的看法是什么来告诉大家 然后这个时间点 我也会针对市场上面的一些的疑问 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不管电子 不管传产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如果有时间 我都会仔细的来告诉大家 那当然在今天里面 大盘要花一些的时间 跟大家去做一些的解读 我说在台北股市里面 你的操作 你不能够是一个时空头 也不能够是一个时多头 你如果是一个时空头 你想想看从8523 从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谈到的 一路以来 它最高涨到了16238 你呢 失去的是一个 整个倍数上面的一个行情 可是到了一万六千点之上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一直告诉你 这个被动基金是有问题的 你要留意到 一万六千点 它是一个多空的基站 一万六千点 它是一个冲高有压力盘 一万六千点 在这个时间点 只要有风吹草动 它就是多杀多 像今天的盘 一看就知道什么 因为它开得很低 台北股市来讲 今天跳空开低 开非常的低 所以一定有非常多的人 就想要去抢 抢这个反弹 那抢完反弹 它又不是跟你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做一个爱情长跑 所以在今天的尾盘 有没有发觉到 很多的个股卖压 一层一层出来 那个就是来自于当中的卖压 当然在今天里面来讲 外资一定是大卖的 这是非常的一个正常 但是你只要仔细去看的是 在这个时间点的大跌之后 之前的被动基金里面来讲的话 它在期货市场 布了很多的空单 选择全市场上面也是 现货只是一个工具 那现在的大跌之后 期货的空单变成什么样子 有没有去减少 今天的融资 有没有去减少30亿到50亿 它才是一个重点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讲过 万六 它是一个多空的基站 它在指数创新高 来到16238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指数创新高 日KT指标跟量 它都没有同步创新高 它是一个双背离之中的 冲高压力盘 被动基金有减码 不空单的迹象 你一定要留意 台湾50的成分个股跟指数 它会产生压力 我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这个节目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之前在这个节目告诉大家 你要控制一定的持股比例 你不可以使用融资 那现在的台肥股市从16238 一路跌到来 这个时间点 大约是在15400点附近 它跌掉了800多点 如果你有去控制资金的比例 你有做一些持股的下降 或是你在之前 在电子个股过热的时候 把一部分的资金 我说你不要多 你一成到两成的资金 你布局到非电 它不会像电子个股波动这么的大 在最近这几天的盘面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 这个盘我个人认为 它有几件很重要的关键时间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台肥股市是破月线的 它是破月线的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一波的起涨之后的上涨 有没有破过月线 它没有 那如果大家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来到这个一个 所谓的电脑上面跟大家讲 它在这边的上涨 这条绿色的线是月线 这是电子的类股指数 它并没有破 为什么没有破 因为台积电并没有破 那你来看集中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破掉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台北股市这个惯性的轨道线 它是不是破掉 惯性的轨道线它破掉 就告诉你说 在这一波 强涨的台北股市的多方 它结束掉 但是它是不是空投 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 那它整理的时间会多久 它是怎么样的时间去做一些的整理 那投资朋友你做好的准备 我觉得这一波的修正 它含有时间的修正 它含有空间的修正 那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选股而不选市 再过来你要选对边 选对边 你这样的话 你的资金上面的保留 你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充分在运用在台北股市 这一波空间跟时间 它同步的一个修正 那我刚才跟大家看的就是 为什么电子个股能够守住月均线 因为台积电是我们台湾里面来讲 全职最重的 它守住月均线 那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从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台积电它基本的价值就是500块 500块以上台积电 你不要跟我谈纯股 15000点之上 你也不要跟我谈纯股 我在这个节目都很清楚 而明白的告诉大家 那它沿路以来涨到650块钱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600块钱以上的台积电 它是叫做什么 资本利得 你就是赚它的股价而已 到了650块钱 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乖里 它是台积电有在这一波上涨以来 最大的乖里 我说你可以报它 但是你千万不要再去做加码 不相信的话 你回顾回去 我们在之前1月20号说的话 我都讲得很清楚 那现在里面来讲话 台积电到了这里来 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看待 600块钱的台积电 要如何去做看待 在之前天天吵的 每一天里面吵着 要买台积电的投资朋友 我请问你 你今天敢不敢买 你如果是从670几块钱 一路套一路套 你说你今天敢买 那不是真英雄 你今天要敢买的是 你要避开了那一段 650块钱以上的台积电的高链 或是你有做资本利得的卖出获利 你现在来跟我谈600块钱 可不可以买 那才是真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里面来讲话 每一个人都说 台北股市是台积电害的 我就是给你看 不是台积电还在月线上 台北股市的集中市场上面 是跌破了月线 任何的分析要中立而肯 中立来看断趋势 台积电的600块 它不贵 它不贵 为什么不贵呢 因为你把它在今年里面 22到24 我们以高标24块钱来算 600块钱的台积电 去除以24块钱的EPS 25倍的本益比 它不贵 它不贵 但是它当然也不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 600块钱 假设你现在还有台积电的 假设是我 我不会去卖 我不会去卖 那现在外资的被动型的基金里面 它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台积电是它获利 在台湾股市以来 在整个民国80年代之后 84年来到台湾 买最多赚最多的 怎么卖怎么赚 被动型的基金里面 这些都是它的工具 今天的大跌 它期货选择权 空单上面来讲都赚钱 那现在里面 我们就必须看台积电的价值 我刚才就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600块钱的台积电 它并不贵 合理 我认为合理 500块钱的一个台积电 我说非常的有价值 我说500块钱以下 你存股我当然非常的赞成 那600块钱台积电 它合理 它合理 所以你并不一定要去做 追随着市场上面的脚步 去做起舞 而去做沙滴 我就很客观的评估 25倍的本益币 再过来 它未来5年 年复合成长率 以它的法说会上面的内容 上面来看 它都是10%以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 如果以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 在未来整个订单的能见度上面 仍然台积电算很好的 还是会非常的好 那现在的台北股市 它大概有几件事情 我们在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你到底在昨天里面 你急着去买 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IC设计的概念个股 到底为的是什么 如果你为的是一个联发科 它的法说会 为的是一个特斯拉的财报 你去买 那你当然是失望的 因为它就如同我们在昨天讲的 利多都没有去呈现的上涨 因何而买 因何而卖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是因为联发科 特斯拉 苹果的财报 我觉得你就是偷鸡 台北股市太多短线的人 就是在偷鸡 才会造成台北股市的多杀多 我有没有说错 今天如果不是 大家都一直想做当冲 极短线 政府鼓励当冲 台北股市会在今天里面 层层性的卖压吗 我也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偷鸡部里面来讲 当然造成今天的卖压 因为特斯拉的财报 是不如预期的 联发科的财报好 可是刚好碰到美国股市的大跌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点里面来看 未来里面 台湾股市的电子个股 重新回归到多头 第一主流 半导体 我们有四四而非的答案 仍然是半导体 因为联发科第一季 虽然市场上面估得太好 说它会成长一成 但是它只有成长持平到8个percent 联发科过去的法说从来没有 应该不能说从来没有 几乎是没有达成的 所以我觉得联发科还好 但联发科是代表IC设计5G Wi-Fi 6的部分 那OK嘛 那台积电今年的第一季 任凭有就历年 它营收也是持平的 所以从一个最上有的IC设计 到台积电 它告诉我 从现在美国跟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的超级财报中 AMD 艾斯姆尔 艾斯姆尔就是 那个半导体设备的 然后呢 微软的部分 它都是OK的嘛 所以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时间点 它是OK的 但是你的电动车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讲 台湾有太多的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它并不是真的 现在1月份即将结束 下个礼拜是2月份 再过来2月份没有几天 就是3月份 3月份就要公布年报 2月份之后 就要公布1月份的营收 你买假的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你会要很小心 你要非常的一个小心 因为你已经没有财报空窗期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一件事情 台北股讯 我刚刚讲这么久的一个原因说 它要时间的修正跟空间的修正 第一个它轨道线跌破 但是因为现在的月线 它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它是比现在低 它还有一段的时间 扣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接近月线 靠近月线 极短线 不可以撒低 静待它的反弹 可是因为它跌破了轨道线 所以它进行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那为什么需要时间的修正 是来自于它的周KD是向下的 所以台北股市 我说最强的走法 它就是以盘代跌 但是因为它的轨道线跌破 它现在已经进行空间修正 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看 大盘未来里面有一段 因为一万六千点 它已经形成了短压 所以它这几天 在就历年前扣底完这个低的 它未来会扣高的 所以这个行情上面来讲的话 大约是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去做整理 那季线扣的位置太低了 所以不会有问题 中长线上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你必须用中长线的眼光 来保护你的短线 你必须以中长线的眼光 来挑选这一次进行时间 跟空间修正的个股上面 你要买什么 这是很重要 你要买什么 那在刚刚来讲的话 已经跟大家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半导体 它是OK的 那汽车电子也是OK 但是台湾有太多 现在是打折水棍上的 我也不要点名 因为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的人 也任何的个股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这个时间点 麻烦回归产业的趋势 成长性跟获利性 今天的融资一定要减30到50亿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做短的人 我已经在之前跟大家讲 你就是进在日KT交叉向上 现在要进场的人 你就是做好中长线的规划 台北股市应该还有机会 资金行情应该还有一次 还有机会 不能说一次 还有机会 我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 现在有很多的拜登 他的政策是叫销归潮水 也就是说川普的一些 中国的政策 他持续的引用 因为他怕被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加上叶伦他当财政部长 那他的肺的主席没有变 对不对 那他昨天是不是维持利率不变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来自于 整个一个股市涨多 要进行一些修正 利多不涨 利空反应很激烈 可是请问 拜登的纾困案过了没 我问大家 拜登的纾困案过了没 拜登的纾困案是没有过的 因为美国有一群 华尔街的分析师 我们台湾人把他们当爆 什么目标价你都信 往后甲外资什么 什么我说销赛 你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就开始去信他 美国华尔街 如果你回头去想 川普在些华尔街的分析师上面 每一次希望川普降息 每一次希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他一定在之前先把美国股市杀下去 杀下去之后 通通都会过 这叫阳谋 你懂不懂 这叫阳谋 所以我觉得美国 拜登的纾困案会过 他会过 这是观众朋友 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台币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在之前 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避一些 台湾50的成分个股 我甚至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你看最好的鸿海 你都要稍微小心融资在做增加 这个时间点 无关乎你的基本面 无关乎你的基本面 我也跟大家讲 你不要跟我讲台积电 什么英特尔的订单 台积电如果还有产能剩下来 车用的IC会找他吗 那车用的IC 可能会跟台积电有关 台积电是做晶圆代工的 我就跟大家讲台湾股市有很多的新闻媒体 在讲的个股上面 它是打折谁棍上 全世界的车用IC的主导权 根本没有在台湾的IC设计公司身上 都是在国外 那因为他们国外有那些车用的IC 可是他没有人做晶圆代工帮他 所以才要找台湾的台积电 如果你不相信你去Google Google 不要说我们用台湾的媒体Google一下 全世界车用IC 大厂在哪里 这样就好了 不用我数方我多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汽车电子我仍然看好 但是要在这个时间点看清楚 尤其是在三月份要公布年报的时候 那这个时间点我也跟大家讲 产业趋势最明确的 应该就是在半导体的一个身上 现在的一部分的资金 在传产个股的身上 那是来自于电子过热 我也说过高价的IC设计个股 鼠方爱得要死 你都忘了 我们在之前270 280买创意 310 320 330买创意 我们在整个100多 200多 300多买力机 我们在100多去买同制的汽车电子 所以我都跟大家讲说不是我不爱 可是你看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600块钱以后的力机我有在讲吗 250块钱以上的同制我有在讲吗 我都没有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说高风险 他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时代 我永远跟你讲的实话 所以在今天里面台北股市的大跌 我告诉你很多的机会才到里 8523不是如此吗 在之前里面的台北股市 如果没有历经这中断的整理 这一段中断的整理 哪来这一段 对不对 所以而且我认为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的整理时间未必这么长 那我们说过 行情上面的最高点 一定是要景气的高峰 你认为全世界上面的景气 已经到高峰了吗 还没有吗 所以我说还有机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观众朋友在这个时间 不需要随着市场上面去起舞 只要记住我今天跟你讲的 时间 空间的修正 时间 空间的修正 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在这一次里面重新进场的机会 中长线的多头 没有任何的改变 它是中短线上面 时间跟空间的修正 时间 大约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就是你来什么 好好规划你未来选股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把大盘很清楚的交代完成之后 我们等一下里面进段广告 在针对产业跟个股上面 来介绍给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的周KD指标交叉向下 所以它告诉你 它要一个时间 它的一个整理 那我们说过 我们在最近里面跟大家讲的 半导体的个股上面 这一档个股 它刚好相反 它的周KD指标来讲的话 它是刚刚交叉向上的 第一档交叉向上 而且整理的时间它是很久 那这一档个股 在未来里面的几年 产业的能见度是非常的高 那以目前而言 它的半导体上面来讲的话 除了台湾 举例台积电 大陆的一些半导体的公司之外 市场上面并不知道 它有机会打入韩国的大厂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如果它再打入韩国的大厂 三星的话 那我觉得未来这几年之中 它的长线的爆发力会很强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一个个股 那刚刚谈到了半导体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看好 IC设计 晶圆代工 甚至在设备的部分里面 还是都看好 这是留意的 那第二件事情上面 在电子个股部分 你还是要留意被动元件 我在之前就讲说 之前国具的涨幅大于华星科 可是因为是国具 是T50成分个股全子比较重 那你现在里面就CP值而言 你要留意华星科 华星科在昨天一件事情很怪 很小气的说实施要库仓库 500张能干嘛 每一天里面成交金额里面都大 可是重点不在他实施库仓库的500张 重点是他的价格 他的价格上面 像他昨天里面是收在233 他用230到245去收购 他的一个库仓库 那就告诉你这一家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他觉得他的下档上面并不多 他的机会就在这里 这是华星科集团上面 在昨天里面做的一件事情 虽然500张并不足以成大后 但是告诉你后面是有故事的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被动元件我看好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在之前可以讲 自行车里面来讲的话 毛利最高的 他是在桂盟 你一部分的资金里面 你可以移动到桂盟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到今天里面的一个桂盟 请问你会受伤吗 你听我们的话 在这个里面你会受伤吗 不会吗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也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巨洋是三月份 二月份你要留意 他的卖劳股换新股 那电动自行车的部分 也是OK的 那大家问我说那货柜呢 我再次就跟大家讲了 像长龙很简单 你就观察他的季线 跟30块钱 能不能够守得住 那天上飞的呢 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这一次里面涨价 还会再涨价 我说你长线就是航空 那你要做财报 你制作货柜个股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在规划 未来一个月 要布局的个股上面在哪里 我也很清楚的交代 这就是鼠方的个性 我想什么 我做什么 我都很忠实的 在这个节目里面表达给大家 所以在这一次 时间的修正 跟空间的修正 观众朋友不要怕 而是你如果有听从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一些的建议 我觉得未来时间的 空间的修正 你的机会即将到里 非常有可能 再度的扭转乾坤 成为台北股市里面 真正的赢家 因为我觉得美国股市里面来讲话 拜登的纾困案 早过晚过 迟早都会过 所以放眼2021年 产业趋势的力量跟成长性 你就有机会成为赢家 要跟上我们团中全新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